事实上人跟建筑的关系非常密切 我们整天24小时 我想大部分的时间都跟建筑有关系 可是很可惜的也很遗憾的是 现代人跟建筑所建立的情感很低 建筑上我很喜欢这两个字 事实上就描述了这个建筑或空间上的这种整体性 就是糖跟澳 在台湾的海岸出现很多这种 你可以看到那种坚硬的跟柔软的力量的结果 所以利用这个概念 我们就做了这个南洋博物馆的这个造型 它是一个虚跟实的量体的这个组合 所有的虚的量体 玻璃的部分都是公共的空间 像这个lobby 咖啡等等 所有实的量体都拿来做展览 典藏等等 这个建筑完成以后 很多人觉得这个设计跟整个大的地景结合得很好 这是清晨的 这是白天的 这个摄影师发誓说他不是用Photoshop做的 另外一个角度 黄昏的时候他会变色的 然后这个夜晚 诸位也许晓得台湾一位很受尊敬的圣言法师 法谷山的圣言法师 圣言法师在当年找我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个从来没有潜力的现代的禅宗寺庙 所以我就问他说法师 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想象这个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 给你六个字 就是水中月空中花 所以这是我拿过最简短的建筑任务书 可是是最难的 我在猜他大概是在讲这个佛教所说的这个一切现象 都是幻象的这个事情 这建筑在水面如果很平静的时候 他所反映的倒影是几乎分不出来到底是真还是幻 可是当风开始吹水开始有泊 布曼开始摇影子开始动 这个所谓的真跟幻开始有一点差别 很多人去到这里都觉得 这个空间有一种特别安定的力量 很多人一进来就觉得整个情绪不一样 如果我们可以有好的建筑 能触动人心 能启发人 那这样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建筑要跟人心有互动 建筑要触动人心 建筑要让使用的人感到启发跟振奋 我本身是读财政 完全是一个外行人 但是听到你分享我觉得就非常感人 觉得就建筑跟人之间可以有那么多联系 我常常听到人家讲我的建筑的故事是我没听过的 可是这很好啊 开幕前两天去年我很兴奋的飞到那里去 然后就叫了一艘船叫他带我到剧院 这个船夫摇着摇着就看我很奇怪 为什么不是欣赏乌镇的美景 一直瞪着那个剧院在看 他就问我说先生 你晓得这个剧院怎么设计的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这个剧院的设计概念是从病地点来的 然后他就跟我lecture了大概20分钟这个设计怎么做出来 下船的时候我跟他说谢谢我学到了很多 有很多是我从来没听过 他本身其实没有故事嘛 是人建立了跟他的关系以后开始产生一个meaning跟story 这个meaning跟story会改的 That's fine That's good 我想现在人都太忙碌了 而且是被所有的外在现象追逐的变成非常忙碌 心没有办法安定没有办法安静没有办法自在 那我想陶渊明的诗让我们想起来有一种境界是我们都期待的 就是让我们可以跟自己的心安心自在在一起 所以我很喜欢你们做的这个节奴在人静 让同学们或者甚至老师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在这个繁忙的生活中 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可以跟自己在一起 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 感谢观看 好